大家好 欢迎来到洋堂主故事会 小时候历史老师告诉我们 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为什么伟大呢 推翻旧制 缔造共和 但是也有很多人疑惑 孙中山外号孙大炮 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家 屡败屡战的战武渣 是老蒋塑造的神龛偶像 孙中山成了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 今天我们把孙中山 为什么称得上伟大二字 讲清楚 补上大家的疑惑 这是一段屡败屡战 不屈不挠 永不放弃的往事 孙中山是19世纪的60后 广东人 12岁的时候 孙中山在美国打工的哥哥发了财 把孙中山接到美国 美国高耸的摩天大楼 整齐的街道冒着黑烟如同怪兽的火车 让孙中山不瞪口呆 贫穷落后的广东乡下和现代化的美国城市 好像是两个星球 巨大的反差 让小孙中山无比震惊 原来世界还可以这个样子 孙中山通过长期观察得出一个结论 想要富先修路 只要修建足够多的铁路 中国的经济一定会插上理想的翅膀 自由飞翔 离开美国后 孙中山带领全国人民致富的理想 埋在心底 在香港开始了学医的生涯 那顺道加入了基督教 希望耶稣保佑自己实现理想 1894年孙中山看到了一本书 叫《圣世威严》 里面讲了很多孙中山一直想说 但无法系统表达出来的先进理念 让孙中山如获至宝 他感觉灵魂受到了洗礼 理想得到了升华 激动之下写了一篇官后感 上礼赋相书 通过走关系 递给了大清第一权臣李鸿章 希望得到中唐大人的赏识 给他一个报效国家的平台 实现富民强国的理想 《圣世威严》这本书 那个作者叫郑观应 是大清扛把子盛宣怀的 得力下属 这书中主要是描写了 盛宣怀艰艰苦创业的心得和体会 这盛宣怀是李鸿章洋务运动的得力干将 这盛宣怀所有的工作都是李中唐领导下开展的 那这个时候的孙中山将李大人属下的属下写的一本书当作是葵花宝典 而且还将读书心得上交给了中唐大人 你们猜李大人会对这篇文章的观点有什么看法呢 是惊天动地还是鬼斧神功呢 孙中山在上交这个心得之后 忐忑不安的等待中唐大人的招见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李中唐可能是太忙了 更可能是不屑一顾 总之孙中山的文章没有得到任何的毁用 这孙中山感觉年轻的心受到了冒犯 从此发了一个大愿 推翻满清建设新的中国 这孙中山回到美国檀香山 创立了近代史上最出名的反政府组织星中会 口号是驱逐打鲁恢复中华 创立合众政府 这孙中山这段时间的革命日子 没有那么多刀光剑影 更多的是枯燥和单调 主要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搞钱 这孙中山到处演讲到处画园 然后搞暴斗 由于经费主要是来自于募捐 金额也十分有限 每次都是组织的百把号人 就开始向总督衙门之类的地方 发起这个疯狂冲塔 黄岗起义 七女湖起义 镇南关起义 广州新军起义等等 到了第十次黄花岗起义 古干成员几乎全军覆没 让孙中山是痛彻心扉 这些打击从来没能彻底打倒孙中山 反而令他斗志是更加旺盛 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 一次又一次的站在清政府面前 称为大清头号通缉犯之一 还有一个康有为 务须变法失败后逃到海外 天天在这个小报上编排慈禧 让老太太恨的是咬牙切齿 天天在紫禁城里念叨 要抓住他俩 这时间转眼就来到了那个命中注定的 1911年10月10日 机缘巧合之下 这武昌星军的革命党发动了起义 就像一只美丽的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 庞大的大清王朝轰然倒塌 起义时孙中山还在美国黄兴一封电报拍到 表示形势一片大好赶紧回来 这孙中山没急着回国 准备借着革命的大好势头 找英美列强谈谈 看能不能贷点款 搞点经费回去 但列强们没看上孙中山 反而是看上了袁世凯 这孙中山是空手回国 在上海码头得到无数民众的欢迎 就在孙中山举手致意的时候 一个不识相的记者问了一句 孙中山先生此时回国带了多少钱回来 这孙中山非常磊落 表示一毛钱都没有 只有革命精神 武昌起义后 南方各省是纷纷独立 宣布是响应革命 从宋朝开始就被彻底消灭了的军阀 开始死灰复燃 为了共同对抗北方的袁世凯 这孙中山被选为南方的带头大哥 1912年1月1日 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 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当上大总统的孙中山非常激动 他的想法很纯粹 带领南方革命势力北伐 彻底打倒以袁世凯为首的前清官僚集团 建立一个崭新的民国 但是他很快面临一个巨大难题 就是没钱 南方军阀们虽然有地盘 但是清末的严税和关税早就被大清抵押给了列强 这个时候财大气粗 实力雄厚的袁世凯强行表态 如果南方政府不解散 我老袁就要南伐统一全国 南方的小军阀们本来就不是真心革命 大家只是想割据一方 过过小日子 南方的军阀们私下和袁世凯是达成了和解 孙中山只能同意 1912年2月14日 当了45天总统的孙中山提交了辞呈 孙中山一点都不失落 作为一个革命家 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个人得失 离职后第三天 他就带着胡汉民到各省去考察去了 准备去实现他少年时候心中的理想 修建铁路 在孙中山四处考察的时候 宪政奇才宋教人成立了一个叫国民党的政党 那这个国民党不是后来的那个国民党 那个国民党还在孕育之中 那这个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是大获全胜 按照临时约法规定 这宋教人将获得祖阁资格成为内阁总理 全权负责全国的行政工作 这总统的任何命令必须经过内阁总理签证才能生效 也就是说这袁世凯的确是当上了大总统 但是失去了权力 1913年3月20日晚 上海火车站一声枪响 宋教人倒在了雪坡之中 宋教人被刺的时候 孙中山正在日本考察铁路项目 听到消息后 立即是赶回上海 当即表示这件事肯定是袁世凯干的 要带领部队是北伐 但是大家纷纷表示 事情还没查清楚 现在人心私定 没人想打仗 即使要打 钱从哪里来 大家都不支持 机会很快就来了 袁世凯为了向西方列强贷款 抵押了关税 消息传出来之后 引起了大家的高度警惕 袁世凯借钱想干啥 是不是想购买军火 是攻打南方 南方部分军阀 宣布是重新独立 表示不跟袁世凯的民国政府混了 袁世凯也怒了 现在有钱有枪 你们不是说我想攻打南方吗 就是打了 怎么的吧 南北战争爆发 南方军阀大败 国民党高层全部流亡海外 这一次南北战争被称为二次革命 国内袁世凯当道 孙中山不得已流亡海外 继续当通缉犯 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 生命不息 革命不止 这孙中山鼓起精神继续在海外是到处奔波演讲 筹集革命经费 等待时机 1915年12月12日 这袁世凯脑袋发热 反手一个超级加倍 居然通知全世界 大家盛情难却 我准备登基做皇帝了 12月13日 孙中山在日本发出了最强音 号召全体国民进行第三次革命 尤其是日本人提出的21条 让国内反应的气氛是瞬间达到了高潮 这袁世凯没招了 人们的心声真是难以琢磨 认怂吧 不活了 死 在全国人民一片唾骂声中 身患尿毒症的袁世凯 死了 北洋系实力最强的直系军阀 段祺瑞和晚系军阀冯国昭 决定联合执政 这两个军阀喜欢不受约束的感觉 之前张勋进京复辟的时候 解散了国会 废除了约法 段和冯觉得非常好 废了就废了 免得是爱手爱脚的 就喜欢这种随心所欲的感觉 这两个军阀爽了 孙中山却怒了 他算是看透了 北洋军阀就没一个好东西 他们从来没想过要建设民主 只想搞独裁 而孙中山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独裁 在建立民主共和 回到广州后 这孙中山举起护法大旗 得到两广军阀陆荣亭和云南军阀 唐继尧的响应 护法大战爆发 但是打到一半时 这南方军阀私下里 却和北方军阀和解了 这唐继尧和冯国章约定 以后这滇军呢 不进攻湖北 那北洋军呢 不进攻湖南 这大家在一起愉快的玩耍 局势稳定下来以后 陆荣亭和唐继尧 开始觉得孙中山挨手挨脚了 想办法把孙中山给排挤走了 这护法战争已失败告终 孙中山终于明白了 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和 这一次护法战争中 还是有收获的 前卿秀才陈炯明 在孙中山的支持下 组建了一支警卫军 这支军队的成员 主要是广东人 也被称为粤军 在南北交战的一片混乱中 趁机攻占了福建的一块地方 当陆荣亭和唐继尧联手 赶走了孙中山之后 这二人在广东 迅速弄到刀兵相见的地步 两广是一片混乱 孙中山和陈炯明看准时机 只用了三年的时间 就占了陆荣亭的地盘广东 还掏了他老巢广西 广西被粤军打得是满地找牙 之所以没有被全歼 是因为广西军队里面 出现了三个非常优秀的年轻军官 他们在此战中表现出来勇气和智慧 使得他们在广西军中名声大振 这三位年轻人的名字分别是 李宗仁 白重喜 黄绍红 这阅军占领广东 那孙中山心情大好 准备大干一场 那陈炯明不爽了 留学打仗 抢地盘都是我干的 你这个时候跑过来几个意思 孙中山觉得粤军是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 陈炯明也是个老革命 在孙中山的潜意识里 陈炯明绝对会支持自己的理想 北伐 打倒军阀建设民主的共和国 可陈炯明不是这么想的 他崇尚的是美国的联邦制 既然每个省的情况都不一样 那就各自发展组成一个联邦制的国家 一样富国强兵 这美国的例子不就摆在那里吗 这孙中山和陈炯明这两个人都非常的强势 矛盾是一发不可收拾 但是陈炯明是炮轰总统府 孙中山连夜出逃 这孙中山逃离广州之后 回到上海又明白了一个道理 用军阀打军阀的道路已经彻底走不通了 哪怕这个军阀是自己亲自培养的也不行 可是前途茫茫 正确的道路到底在哪里呢 1922年8月25日 苏俄代表岳飞到达上海 与孙中山进行了一次非常深刻的交流 岳飞向孙中山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两大法宝 一是取得群众的支持 群众才是最伟大的力量 二是要忠实军队的支撑 只有用主义武装思想的军队 才是最忠实和可靠的 岳飞的话就像黑暗夜空中的流星一样 瞬间点亮了孙中山心中的彷徨 直接捅破了他心中那层窗户纸 原来革命是这么干的 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 孙中山完成了国民党的重组 建起了黄埔军校 培养出来了第一批黄埔学生军 在东征的时候 这支学生军才有两个团的兵力 就是这支不起眼的学生兵 他们将生死置之度外 以打倒列强和军阀为己任 在三年之后适施北伐 将不可一世的北洋军阀全部打倒 攻占北京 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遗愿 可孙中山先生没能亲眼看到这些 1925年3月12日 孙中山先生因肝癌在北京病逝 享年59岁 他的一生都在谋求中国的出路 革命一生几乎全部失败 但他却从未放弃 他出生时英法联军侵华 火烧元明的余晖还未散尽 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刚刚平息 满清政府还试图通过洋务运动做最后的挣扎 他离开那年国共两党合作结成 革命统一战线 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 新民主主义革命出现曙光 小时候我们在老师的教育下崇拜他 长大后我们在自己的探索中怀念他 现在孙中山出生的地方已改名为中山市 很多城市也都有中山公园中山大道中山路 每到十一国庆节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 总会立起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 与天安门城楼上新中国缔造者伟人的画像 遥遥相映在今日中国的政治心脏上 革命先行者和革命领袖一前一后 一开启一巅峰 见证他们耗尽毕生经历所奋斗的 国家安宁 社会繁华 百姓幸福 一点点的成为现实 我是洋堂主 关注我 期期都精彩 是洋堂主